以及這個燃煤成本是0.7元 一度是兩塊多 但是因為燃煤電廠在台灣的總發電差不多30% 所以贊成上兩塊多就是0.6塊1.7塊 0.7塊 但是你用天然氣的話 它那個防止污染設備會降低 這樣就不用說增加0.7元或是0.7元 就這樣子 是不是會比這樣還在低一點 因為你那個燃煤的話 你那個防止污染設備要投足比較多 是不是 你假如用天然氣的話 那個防止污染就不要投足這麼多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我那個數字是台電提供他們都算進去了 我只是說他算進去了 有算進去了嗎 他會有算進去了 還有一點我要想了解 就是說我們這個PM2.5 大部分的污染鏈 是固定污染鏈還是流動性污染鏈 還是那個易燃性的污染鏈 百分比比較多的是哪一個單位 我剛剛有講過說台中電廠大概佔全台灣超7%到10% 所以這數聽起來沒有很高 不過它是全台灣所有鄉鎮加在一起 那當然以台中市來講的話 那當然譬如說我們過去有算過 台中市的交通大概算超30-40%的污染量 那還有剛剛說的其他的工廠也佔其他二三十 那另外還有百分之超二十的部分是中國大陸污染量 所以大概是這個 這樣這個流動性的污染鏈就佔掉差不多百分之三十 對三十 這樣子 好 謝謝 剛剛很多片段有在城市都特別的 好 謝謝 那針對剛剛老師的報告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些想要問莊老師的 因為之前我到烏日文化場 大家也知道 那我在看那個台灣一個社區發言協會 它幫忙檢測那個烏日文化場 我覺得它的那個空氣在烏日國中 對它當地的一個影響也很大 那我想要問老師的就是說 既然它影響這麼 就空氣污染影響這麼多 那還有就是說 如果我們移動 一般移動的人知道說 欸 什麼時候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運動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就是想要健康 對不對 可是我們運動如果不是恰當的時期 比如說哪個時候 然後它的那個 剛剛談到第二二零五的指數 比較高 它應該會有個高空的時候 比如說 一早上跟中午還是上晚 是不是可以請教一下老師 其實大家出門的時候 稍微看看天空就知道 但是你可以從家裡看得到 比如說草屯那邊的Style 那天你就可以出去了 看不到他就不要出門了 那這個是非常簡單的 你好 我是中山社會系秋花妹 那我想請問莊老師 就是剛才在莊老師的那個 演講裡面提到說 就是肺腺癌的發生率裡面 事實上台中市現在是很高嘛 那甚至高於這個高雄縣市 那但是後面其實也提到說 除了台中建廠這麼對PM2.5 這麼大的貢獻之外 其實又輕的消影也很高 那以高雄縣我們來自高雄的 會關心說我們被石化工業包圍的這個城市 是怎麼相對會比較低一點 我不知道這個部分老師有沒有一些發現 然後另外就是說 這一個這個電廠的部分 跟如果是石化業的部分 老師有提出電廠的替代方案是說天然氣嘛 那石化業的部分 他們不曉得您會提出什麼樣的看法 我可能想解釋一下就是高雄跟台中市 那高雄在裡面有做的重工業 所以它事實上代替性的排放是多過台中市的 這些大概對我們也蠻清楚的複製 那後來我們也想了很久一直不得其解 後來我們最後認為是這樣就是說 因為台中市是好天氣不太下雨 所以就變成去年的排放的代替性重金屬 出來之後它可能吹到剛剛說的 比如說剛剛埔里或者竹山這邊的這些農地等等 那但是因為沒有下雨它就在那邊 那隔年的時候又吹進來又累積在那邊 那當農民燒稻草的時候又把它再養成再起來 所以這些重金屬代替性因為它是不易分解 它就一直在這邊涼積 那高雄雖然它的排放量大 但是它比台中來講還是有下雨 所以在這個夏天西南風的時候 它下了幾場大雨 那這些土壤裡面的這些代替性重金屬可能就是水 就沖走 那這是我們初步的解釋 那十八葉那一塊 我想是不是等我這配合都發表完之後 再跟大家講好不好 那後面那一位紅色請問 這個用這個大詞跟你說 現在我的問題說 你能源的取得有沒有問題 能源取得那個時間性 不能說下起的明年就沒有了 我是要了解能源從來的 我想對鄉先問的問題也是很好 每次我講這個主意的時候 那電廠人就會跟我講說 我們這天然氣的接受上不可行 什麼不可行 那未來二氧化碳要盪得到我們的那個 台中外面的外海 這邊是最好的地方可以永久儲存的 那我在想就是說其實我們也不是說一處 一處要馬上明天就要辦到 就是說如果這個是我們的夢想 如果這是我們的夢想 那也許我們可以從現在來規劃說 那天然氣 我們要如何去secure十年之後的天然氣 在哪裡 那如果有個十年的時間 讓我們去確保這個的話 那這時候就有機會了 那當然明天可能是有明度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想講的就是說 就是說在還沒有辦法馬上換天然氣之前的話 我們希望社會成本內固化 也就是說藍煤的電廠 他要繳二氧化碳的能源稅 那把這個繳道前 給那個200度以下的這些電費打個兩折 類似像這樣子 那另外他付的電費的所造成的健康成本 他要付給健保局 不要讓我們健保局 還要因為他搭搖納稅前的錢 來普通的健保 這是在短期內我希望可以做到的 謝謝 謝謝 那這位先生的請問 是不是 我要想請問就是說 之前看那個紀文章先生的 費哲力的軍空 已經把握了我們彰化現的那個 養牛的農友 他就講了說他們的乳牛 不能吃我們神采的木頭 那我剛剛透過李先生老師的 透過我演講 就是 事實上整個中部地區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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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比較 沒有像高雄那麼高 但是 整個火力發電廠的效益下來 事實上 他的 機械相對的能源都知道 但我不要問說 那既然乳牛 都不能吃神采的木頭 那請問一下 就算我們購買有機的蔬菜 那這個 風險 還是 相對是安全的嗎 剛剛莊老師提到 夢想這個問題 那所以說 想請 上個月 到歐洲去 一趟 那我得知 歐洲很多國家 他們 除了廢核以外 他們 已經制定了一個時間 就是說 這些 油啦 煤啦 他們都不使用 完全要用再生能源取代 就是說如果是能源的形式 有這樣的目標 跟夢想的話 應該這些問題 都沒有 但是我了解 我們台灣現在的 這個 政治經濟的環境 似乎 也沒有人 我這個眼見 或者說 過於去制定這種政策 待會兒 說說我的夢想 希望這個夢想 可以早點找到 我先說一下 總結 因為有一些問題 其實跟莊老師 可能大家都有夢想說 我們的環境要比較好 比較 因為關係到我們的電廠 那不過 其實剛剛 以前兩場我有聽過 有很多人 他認為說太陽能 風能 或是近代的人 或許大家不知道 有些是關於政策上 像以台電來講 其實我都一直在講 以台電來講 他們說要蓋核電廠 需要蓋一些 因為我們的電力不夠 他講的是電力不夠的部分 那可是有沒有想到是說 他就想發展風力 風力的部分 還有太陽能的部分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風力發電 我們的風力發電的話 應該設在哪裡 那到底設的點對不對 那如果不對的時候 他的那個 經濟的效應跟環境的效應 會影響 其實我們很多民眾 其實不了解的 那其實最好發展風力發電的 其實是在蓬勃 還有就是風比較強的地方 可是他們風強的時候 是在東北 是在冬天的時候 可是沒有辦法補充 台電的一個能源 所以基本上 我們以前在談 能源的發展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些的不思 那還有就是剛剛談到的 太陽能真的是乾淨的能源嗎 其實乾淨的沒有錯 可是我們在生產太陽能板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高汙染的一個能源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非常汙染 可是我們的太陽能板 都是在台灣生產的 那我們的太陽能板 都輸到哪裡 都輸到國外去讓大家發電 所以我們是把環境的一個汙染的成本 放在台灣 讓我們捷徑的紅衣是輸到國外 那我們太陽能能夠發展的 各位你們覺得在哪裡 就是太陽要比較強的地方 那應該就是在哪個地方對不對 所以有些點的設置跟那個 其實是非常複雜 不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那整個政策還有很多的東西 其實必須靠我們民眾來共同的努力 那剛剛剛剛老師談到的就是說 空氣污染 那如果沒有下雨的時候 是在我們的空氣當中 那下雨的時候到底到哪裡去的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一點 這個部分應該是放在他們自己本身的成本裡面 那應該是大家努力來共同的監測 共同的來看看說 我們到底能不能做些什麼 那另外剛剛談到老師講到 一直談到就是 我們的環境的成本跟社會的成本 企業一直都把這個所謂的外部化 就是說大家來貪 光明來貪 那到底有沒有想過說 那個部分應該是放在他們自己本身的成本裡面 那是不是應該共同來監督企業 甚至是把自己所謂的 剛剛談到的空氣的一個 污染的一個設備 是不是應該再提升 這個部分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可以談 那只是說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有一些跟莊老師的研究 我覺得大家是一個共同的 應該共同來努力為這個環境來進行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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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